聊聊918 918 是吧 在那个 什么什么是吧 9月11号 918还有7天 够早的呀 有许多历史 我们现在是真的是很模糊 模糊有什么样的事呢 这个关东军的由来 那就说日本人占领东北 他的军队从哪来的呢 他从日本调来的吗 不是 他本来就在东北驻扎的 那么日本人的军队 为什么在东北驻扎的呢 是不是很多人 一定也是莫名其妙 那么这个事情呢 实际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据我的了解 这个1904年到1905年的 日俄战争 日本呢 已死十万人 非常多 把这个俄国人赶走之后呢 当时的这个清朝啊 与日本呢 有过一个关于东三省协议的正约 后来呢 又补充了一个关于东三省事宜协议的赋约啊 这个东三省事宜协议正约什么意思呢 就是日本人啊 帮助大清把俄罗斯人赶走之后 大清要给日本人在东北一个什么样的利益 这些利益呢 这些利益呢 包括什么呢 日本人在南门铁路啊 两座三十公里地驻军啊 开矿啊 日本人在这个黑龙江基林啊 东部地区就是乌人区啊 然后呢 进行移民啊 种植水道啊 这个当然具体细节我是不清楚 肯定是大清给了日本人很多的优惠 据说呢 这个当时大清达赢日本人的 给日本的土地面积呢 是东三省人面积的1% 就是99% 都退回给大清 1%留过日本人呢 在这个东北驻扎军队和这个开藤土地 种植水道 那么由于呢 清朝人确实害怕 这个俄罗斯人暴露 他呢 与这个日本人密谋 就恳求日本人在东北驻军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抵御俄罗斯人进入东北 所以呢 这个日本人在东北驻军 有一部分是为了他保护的他的南门铁路 有一部分是等于替中国人 守卫中国北部的边疆 大家可以看看啊 从这个海拉尔一直到东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 牡丹江 这个这一线 挨着这个中苏边境 日本人修了非常多的这种防御工事 有些人认为是三亿年以后修的 我跟大家说 有一部分 就是1905年以后 日本人修的 并不都是三亿年以后修的 那么 蒋介石呢 就是26年北伐 一直到29年北伐成功以后呢 这个 张学良 一直就是换成了青年白日提 蒋介石呢 在他的这个执政纲领上呢 他显得出来呢 他也相当的左倾 他又收回外国人到中国的全部租借 甚至一些呢 就是大清时期呢 与外国人签订的一些协议 他都认为是无效的 就像中国49年成立之后 毛泽东宣布 中华民国和大清以前对外国的一些 所有的协议都是无效的 包括欠款 我们该部承认 实际上呢 蒋介石呢 也同样的方法干过 包括什么段契瑞 根本跟这个日本人借款呢 等等这些欠债 我们包括这个大清啊 这些这个八国联军的欠债 他很多他都是不认账了 那么由于蒋介石这些做法呢 他让日本人感到非常的恐惧 因为日本人在东北死了十万多人 这个把这个俄罗斯人赶走 那么日本人在东北的 这个这个这个应该获得的利益 他没获得到 反而按照蒋介石当时的要求呢 这个他这些利益可能都被剥夺 所以日本人当时的军官 并没有通过日本的政府 在底下就自己做主张 发动了九一八十遍 这个我看这些资料呢 也许是真实的 但是我不一定敢保证 但是我看过这样的资料 那么群里的这些像包括张连云啊 你像贺峰老师啊 什么武林人啊 什么几何老师啊 什么YM啊 这个这个这个毒液兄啊 你们谁对这方面了解历史资料 了解的更全面 今天晚上咱就可以讲一讲啊 这个911事件 我感觉实在是太恐怖 太恐怖 哎呀 今天就不讲911了吧 咱讲讲918吧 我听了王敏伟那个老师的语言啊 讲了这个918 讲了东北这一块 他引用了一个数据 就是日俄战争当中 日本人牺牲了他们的十万青壮年 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数据最早就是冯学荣 写的关于东北这一块的时候 给出的这个数据 具体到哪查 我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后期一点点被夸大 有个公众号就写到 是12万人 最悬的 给出最高的数据 是17万人 日本人确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定是有死伤的 具体的数字是多少 真的查不到 日俄战争当中 清国表明的政治立场是中立 其实是在大清国的国土上 进行的一场战争 两方分别为日本人和当时的俄国 日本与大清其实有一个秘密协约 但是我们查不到 这是当时战争状态下 清帝国是给予了日本全方位的资助 无论是物资上 情报上 说到这个情报上 我们要说到一个人 就是这个张作霖 在日俄战争当中 诞生出了两位杰出的军事人才 这两位军事人才的面目 当时都是作叹 给日本人进行作叹情报的 这两个人分别是以后的两个大岁 就是张作霖 还有那个叫吴佩福 再演示一下 张作霖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我们叫个书 还有蒋介石的国民党的民国的时候 刻意要污名化这个 袁世凯所创造的这个中华民国 把他们称为北洋政府 含义就是他们是一个军事政府 严重的污名化 所以我这里引用一个正常的 在那个年代称这个袁世凯的中华民国 那个年代的称呼就叫做北京政府 这个张作霖就是北京政府 最后一位国家元首 或者叫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死至今还是一个血案 是被俄国人炸死 当时的苏俄帝国吧 苏联人炸死的 还是日本人炸死的 这一直是有争论的 东北这一块诞生了四个大帅 四个元帅 前期就是张作霖 吴佩孚 后面两个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那是四有以后的两个元帅 继续说这个清国 在东北这块土地上 资助的日本人 与这个俄国战争状态 最终打胜 其实俄国对日本 给出的条件是很苛刻的 日本全部奉还了东北这块领土 但是给他们一些额外的一个小的恩惠 这个小的恩惠就像这个王明伟所说的南门铁路 包括画给了他们一个租界地 那个租界地叫做关东州 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叫做关东州 关东军怎么来的 其实从关东州而来的 还有就是这个铁路 这个两边 划归出100米 归他们的势力范围 有说是两边 各50米加在一起100米的 具体是怎样解释的 很多人解释不清 我这里也搞不明白 但是给的数据是100米 是确切无疑的 并不是像王明伟所说的30公里 这个数据引用的 我也用的是冯学荣的 铁路两边100米 也是各50米 或者总的势力范围应该是100米 他们在这100米可以开框 在现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笑话 100米之内你开框 战胜了俄国以后 日本的他们包括他们的家属 有开拓团呢 还有他们所谓的军队 要知道那时候 是以警察的面目出现的 他们的大部分的主力 是征调的朝鲜的人 我们东北人当时叫他们二鬼子 说朝鲜人二鬼子二鬼子 这里我引申一句 其实我们的历史 从历史记载当中 很多是不真实的 而民间历史或者野史 往往能够体现出历史真实的一面 东北这一块 东北人尤其刻意非常清楚 口口相传 对于日本人是怎么的状态 怎么进入到东北来的 其实那一代的老人们 口口相传已经是玩下来了 我记得前几天好像我讲过吧 东北没有突匪 东北更没有乞丐 从 这个 四九以前 应该说 或者四六以前 应该是没有突匪 没有乞丐 这个突匪怎么来了 东北民主 主联军进入东北以后 进行了所谓的剿匪 这个匪 其实大部分的编制 是那个时代的军人 我为什么要插上这一句 就是说很多我们讲历史当中 说张作霖出生的时候 都要把张作霖 归之于突匪出身 这是不正确的 当时东北话 有的拉柳子 这个拉柳子很多人 解释就是说拉突匪 其实它是不对的 张作霖青年时期就投入到清兵 做了一个清兵 后期做了一个密探 从密探当中开始拉柳子 就是拉住自己的小队伍 这个小队伍是有俸禄的 清国是给予俸禄的 但是这个俸禄是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从日本战胜俄国以后 清日兵啊